风新钢召开了股东会 通过配发现金鼓励2块5 反而表示因为最近废钢的原料价格 已经跌到了新低点 而且市场钢筋的库存量几乎见底了 所以陆续吸引了盘商补货 再加上市场传出大陆铁矿砂的积极补偿 所以钢筋下周应该会涨价 因此带动了风新钢的获利持续向上